最爱你的那十年白无一命死,简介,从来吵着要走的人,都是在最后一个人闷头弯腰,十多体碎了一地的磁板,而真正想离开的时候,简介只是挑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,裹了件最常穿的大衣,出了门,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 可知书与讲文序来说是空气是水,见性会获起来时尚不觉得可惜,可当有一天当真失去的时候才毁之晚矣,你所到之处,是我不得不思念的海角天涯,内容标签,一一约闻闭情节句在现代线约瘦后约工情深不瘦,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,女的老子心肝疼,在大街上和朋友走着走着都忍不住想哭的那种, 心痛,是读第一章,从出来的时候下了雪,冰冷的雪花夹着冷风瓜,在何枝树的脸上,他这才迟钻的察觉到似乎又到冬天了,北京的冬天真冷,何枝树默默的随手整理了下围巾,手里拧着上豆腐,支持着百月度几张,被他揉得皱皱巴巴的化验单,心更冷,他站在站台下等,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的公交, 手指动得清白,他掏出手机书链的拨号,在无人接听自动挂断后再拨,一遍又一遍,最后也没人接,上豆腐支持着百月度,何枝树,把那几张纸揉成船留给垃圾箱, 拜个多小时后,终于来了班公交,车上人难得的赏,何枝树把额头抵在玻璃窗上,又拨了一遍电话,这次有人接了,今天下雪了,冬天了,十四年了,何枝树与音频缓温和,眼泪却止不住的爬了一脸, 蒋文旭冲身边的小情,做了个急声的手势,觉得何枝树成天说话,像打雅尼真是惹人讨厌,有事吗?我在加班,晚上回来吃吗?你都好久没回过家了,何枝树一遍遍磨作着右手无名指上宿命的银纸环,看着眼泪滴在手背上,蒋文旭觉得今天何枝树很怪,这是直觉,毕竟他们在一起已经十四年, 怎么了?何枝树没有回答,只是很耐心的又问了一遍,晚上回来吗?下雪天该吃饺子,我给你包,真的回不来,蒋文旭开始,有点白皱了,何枝树不上豆腐支持正版阅读,嫌不淡的语气态度让他倒进胃口,你自己别包了,我让小松给你叫一份,我这就惯了,忙,何枝树听着手机的忙音,心里疼得太厉害了, 他就像被恶蓝满渐渐一样相应,的把手机收进兜里,未完再续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